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配合图腰节的到来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会执行加节价格统治计划 但内贸部长阿米詹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从本月9号到15号 一共有8种的食材列为加节统治品 包括进口大葱头 印度进口小红葱 红辣椒 进口带骨羊肉 澳洲进口黄豆 椰子椰丝 还有番茄 那同时阿米詹也提醒商家不要趁机涨价 否则的话将会遭到对付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代内贸部长阿米詹指出 图腰节价格统治计划将在加节前一天开跑为期7天 阿米詹敦促商家不要趁机涨价谋取暴力 当局将会动员全国的执法官员突击检查和监控 如果有商家违法 他们将会援引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 展开调查 教育部长法利纳今天参加校园活动时提醒学生 他们可以在网上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不过必须谨记千万不要散播仇恨言论 同时法利纳也强调举办巴勒斯坦团结州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是传达和平的信息 雨季即将到来 气象局拉响警报 气象局预测 除了马六甲以外 全马的所有州属多个地区 预计会从今天起连续降雨至星期三 当局提醒民众及各界人士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提前准备预防措施 以防闪电水灾所引发的各种灾情 马币贬值及通货膨胀影响了留学生的生活费 对此人民信托局主席阿斯拉夫指出 他们已经接获副首相阿莫扎西的指示 重新检讨并调整奖学金数额 不过这项调整需要先研究 人民信托局和国家的财务状况 才能再做定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